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把我放在同样的位置 我也不会让皇帝做出这种蠢事 可惜周庸太天真了 他叹了口气 他做出这种事来 大臣左兰 头少死见还是小事 最大的问题在于 太子决议抗金的时候 五朝上下人心还算齐 就算有二心 明面上也不敢动 周庸走了这一步 私下里投降 想造反 或者至少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人 就都会动起来 这十多年的时间 经过暗地里联络的那些家伙 现在可都按不住自己的爪子了 另外 吸引那边的人也已经开始活动了 宁毅说到这里 微微顿了顿 已经通知南方的情报人员动起来了 不过这些年 谍报工作的重心在中原和北方 在五朝主要是通过商贸这条路 要抓住完颜西隐这一条线的人 短时间内恐怕不容易 另外 虽然雾主可能是用了西隐的计策 早有预谋 但五万起兵前后三次都成将 最后才被抓住尾巴 要说将阴军方没有西隐的案子 谁都不信 这种风口浪尖上 周庸还自己这样子作死 我估计在襄阳的西隐 听说这消息后 特要被周庸的愚蠢给吓傻了 周庸要跟我们和解 五朝稍微有点常识的读书人 都会去拦他 这个时候我们站出来 往外头说是振奋鸣心 实际上引起的反抗就大了 周庸的位置只会更加坐不稳 我们的军队又在千里之外 陈凡 你那一万多人 敢穿插一千多里地去临安吗 成都这边也才刚刚问下来 趁着过年开运动会 争的一万五千多人 还没有开始训练 盐水救不了金火 我们接周庸一嗓子 五朝崩盘更快 我们倒是可以早点对上宗翰了 宁毅笑了笑 另外咱们除了造反 后的就是齐心 如今刚刚扩大地盘 人心还没完 突然又说要帮皇帝打仗 天前跟着我们的兄弟要寒了心 心加入的要会错了意 还顺道要捅自己一刀 他说到这里 话语渐渐停下来 陈凡笑了起来 哼 想得这么清楚 那倒没什么说的了 唉 我本来还在想 咱们要是出来接个话 五朝的那帮读书人脸上 不是都得花花绿绿的 呵呵呵 呃 你想什么呢 他看见宁毅目光闪烁 陷入沉思 问了一句 宁毅的目光转向他 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 如果我是蜿蜒蜥蜴 现在已经可以冒充华夏军 夜馋了 呃 陈凡眨了眨眼睛 愣在了那 林安 天亮的前一刻 古色古香的院落里 有灯火在游动 将近年关的林安城 过年的氛围 是伴随着紧张与肃杀 一道道来的 随着雾竹南下的消息 每日每日地传来 护城军队已经大规模地开始调集 一部分人选择了弃城远走 但大部分的百姓仍旧留在了城中 新年的气氛与兵货的紧张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每日每日地令人感受到五味杂陈的心颤与胶灼 张公主府中的景象亦是如此 负责生活的管事与下人们 蒸灯结彩 营造着年味 但作为公主府中的另一套行事班子 无论是参与谍报 还是参与政治 后勤 军事的众多人员 这些时日以来都在高度紧张地应对着各种事态 比如宁毅所说的 对手尚未休息 猪队友又在争分夺秒地作死 办事的人自然也无法因为过年而停歇下来 两套班子奇异地穿插在一起 既互相包容又互不根涉 形成了无比奇妙又特殊的一幕景象 而对于公主府的人事而言 所谓的猪队友 也包括了如今朝堂上的一国之主 长公主的父亲 登朝天子周庸 如果只是经物竹的忽然月黄河而南下 长公主府中面对的事态 势必不会如眼前这一般令人焦头烂合 心急如焚 而道的眼下 尤其是在侯上处逐而死之后 每一天都是巨大的煎熬 武朝的朝堂就像是忽然变了一个样子 组成了整个南无体系的各家族各势力 每一支都像是要变成周家的阻力 随时可能出问题 甚至反目成仇 各方的建言不断涌来 太学里的学生上街静坐 要求皇帝想罪几兆 为死去的侯政证明 追风刺绝 金国的奸细在暗地里不断地有动作 往各处游说劝详 仅仅在近十天的时间里 经营方面已经吃了两次的败仗 既因军心不振而欲敌溃败 武朝两百余年的经营 真正会在这时候摆明车马降金的 固然没有多少 然而在这一波士气的冲刷下 武朝本就艰难经营的抗金局势 就更加变得岌岌可危了 再接下来可能出什么事都不奇怪 朝堂之上 那巨大的波折已经平息下来 欧少撞死在金鸾殿上之后 周庸整个人就已经开始变得一蹶不振 他躲到后宫不再上朝 周佩原本以为父亲仍旧没有看清楚局势 想要入宫继续陈说厉害 谁知道进到宫中 周庸对他的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 他就知道父亲已经认输了 周佩与赵鼎 秦桂等人紧急地碰头 互相确认了眼下最紧要的事情 是弥平影响共抗女真 但这个时候 女真间隙已经在暗地里活动 另一方面 就算大家避而不谈周庸的事 对于侯少处逐而死见的壮举 却没有任何儒生会静静地闭嘴 对于赵鼎、秦桧、李一浩这一类朝堂顶层大员来说 闭嘴不谈论周庸这次引起的整个事态固然是没有问题 但等而知下 对于中下层官员 乃至于将出事的儒生而言 皇帝的是非对错 以及这次做下如此事后的解决 乃至于对侯少壮举的歌颂与定性问题 却是不能不说清楚的 而哪怕只是谈论侯少 就必定论及周庸 这段时日以来 朱佩时常会在夜里醒来 坐在小阁楼上 看着府中的情形发呆 外头每一条新信息的到来 她往往都要在第一时间看过 二十八这天 她凌晨便已经醒来 天快亮时 渐渐有了一丝事意 但府外亦有送信者进来 关于女真人的消息送到了 这是关于雾竹的消息 十二月十四开始 雾竹率领虎换起兵 以放弃大部分资重的形势 轻装南下 途中烧杀抢力 救食渔民 长安到临安的这段距离 本就是江南富庶之地 虽然水路纵横 但也人口密集 尽管军武紧急调动了南方 十七万大军 试图堵截户竹 但户竹一路奔袭 不仅两度击溃杀来的军党 而且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杀戮与激烈的村庄无数 骑兵所到之处 一片片复数的村庄 几成白景 女子被奸淫 男子被杀戮驱赶 时隔八年 刚出女帧搜山景海时的人间惨剧 依稀又降临了 乌竹的军队此时尚在距离 灵安两百里外的太湖西侧肆虐 紧急送来的情报 统计了被其烧杀的村落名字 以及粗烈的人口 周沛看了看后 在房间里的大地图上 细细地将方位标注出来 这样无济于事 她的眼中也没有了最初 看见这类情报时的眼泪 只是静静地将这些记在心里 鸡鸣声远远传来 外头的天色灰为亮了 周沛走上阁楼外的露台 看着东方天边的鱼杜白 公主府中的侍女们正在打扫院子 她看了一阵 无意间想到女真人来时的情景 不知不觉间抱紧了手臂 逗然间 城市中有警报与戒严的钟声响起 周沛愣了一瞬 迅速下楼 过得片刻 外头的院子里便有人狂奔而来 什么事 不 城中有奸人作乱 于将军已经下令戒严捉握 对于临安城此时的位数工作 几支禁军已经全面接受 对于各类事件亦有预案 这日沉津 有十数名匪人不约而同地在城内发动 他们选了临安城中各处人流密集之所 挑了高处 往街道上的人群之中 大肆抛发 写有作乱文字的传单 行程的士兵发现不妥 立刻上报 进军方面才根据命令 发了戒严的警报 周沛坐着车架 离开公主府 这时候临安城内 已经开始戒严 士兵上街 追捕涉事匪人 然而由于事发突然 一路之上 都有小规模的混乱发生 才出门不远 程周海骑着马也赶了过来 他的面色阴沉如指 身上带着心血 手中拿着几张传单 周沛还以为他受了伤 程周海稍稍做解释 他才知道 那血并非是程周海的 前方废人头寸不及 已被巡城卫士所杀 唱没学兴 殿下还是不要过去了 倒是这上面写的东西 其心可诛 殿下不妨看看 他将传单递给周沛 又压低了声音 前堂门那边 国子健和太学 也被人抛入大量传单 当真是女真人所为 这事麻烦了 周沛拿起那传单 看了看 陡然间闭上的眼睛 有紧牙关 腹又睁开 传单之上乃是放黑旗军书 而写的一篇习文 文中言道 先经汉地周哲 无才无德 纵容六虎 祸乱武朝 且倒行逆施 杀害忠臣秦四元 而今的英明圣上周庸 大仁大德 面对此天地倾覆 民族威皇之大难 不计过往 愿与华夏军和解 华夏军上下 亦感恩戴德 愿意重归武朝 谁知朝中 奸相赵鼎 长公主周沛等人 不顾天下大义 为把持朝政 行聘机私臣之举 竟然于宫中 软禁当今圣上 文中随后号召 为天下大义 民族存皇 请临恩 武朝 诸忠义之事 救出周庸 除去奸相 整肃朝纲 以此共抗女真 欢天下业 朗朗乾坤 周沛抬起了头 承舟海看向她 直见她的双眼 满是血色 突如其来的戒严 给原本热闹的临恩城 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天前努力营造的年味 在冰冷的压力中 也变得淡了 12月29 马车穿过局势时 李平从车帘的缝隙中 逛出来 看见了街市场行走的人们 迎戴着恍然而又略显迷惑的眼神 由于禁军的戒严 传单的消息 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 但所谓的控制 也只是禁止了消息 往下层民众之中的传播 对于真正武朝中上层的人员 已经入了太学学子眼中的东西 是压不住的 禁军在其后的加强巡逻 京城气愤的肃杀 乃至于众多中上层官员 各个势力的紧张和异动 终究会将种种氛围 一层一层地传递下来 天前未曾离开的人们 此时在街头购买最后的年货 却也不自觉地交换着各种信息 年关尽在咫尺 阴影终究降下来了 感受到了这种奇怪与不和谐 人们总想做点什么 但下层民众的行动 终究是无足轻重的 在临安城 在这片天下 许多的人 许多的事 都早已行动 或正在行动起来 李平将街头的景象收入眼帘 深沉而忧郁的目光 却没有太多的波动 他早年跟随秦少和守太远 后来在西北对抗过宁营 再后来经历中原沦陷的那场灾难 他跟随着流民 走过绝望的难逃之路 类似的事情 他早已见过太多了 马车穿街过向 最终从长公主府的后门进去 于后方的院落中停了下来 李平从车上下来 先开车帘 里面是黑布包裹的一个箱状物 随他而来的御者与护卫 领同两名公主府的卫士 一道抬了那箱子下来 随后公主府的一名管事 领着李平进入了公主府的身处 语之后事如何 昏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9532集 听众朋友们 穿越历史小说 《坠序》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